各的这些经历,说我这是有点特殊吧,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北京生西安长的,应该是西南人。 这个好点是吧,为什么这个讲着外国人在中国生了另外一个故事,以后有时间再讲一讲。今天呢,就讲一讲,在中国,王中时代当工人,以后在美国当工人,这个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 因为啊,我想一想,在好多中国的工人呢,是叫温水,青蛙,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呢,他才已经发现太晚了。 我呢是在中国,王中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马上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任公地位了。 这感觉是非常兴趣的,天壤之节。 我是六八年初中理业的,到分配到工厂,那时候其实是国防国财产,北京的国防国财产。 当时,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真没法说,因为没有对比啊,没有,感觉不深。 就像让鱼去描述水,他真是不知道除了水外还有什么事件,是吧。 所以在王中时代当国人,以为是当国人,就是那么没事儿嘛。 到美国去当国人,才发现,有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一言难尽,不一样,你在美国,在资本家哪儿当工人? 你是判老板,你看在八年代,说一个什么大国贩养兰汉,我是到了美国才学会这样子偷懒的。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我想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所谓傻大? 我们不是真的傻大,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毛泽东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 工人阶级,实际上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是他们的特色。 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物为己,天出地灭的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一级度人呐。 真正的工人,他们是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是有一种,我创造出东西来,我对这种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 先是在日牙级直到这个工人,说到现在马上,以后呢,调到这个穆斯的那个焦合板车间。 那时候,当工人是吃在食堂里边,住在宿舍里边,然后呢,就学习。 跟那个江主席,我们俩是同岁。 这是,所以我们人哥们,也是跟他也一样,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学马列。 所以我这个根底是那时候拿的。 所以那个时候,工人在一块儿吃喝,一般劳动。 我到美国去以后啊,老想家。 我刚开始就说,想我父母,那是,刚到美国去。 现在在寒冰工厂大了一年,就是一个情节。 以后到,美国到,就在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 当过,福音机修理工。 那么这个,呃,就是那个商场那个,呃,寄钱那个寄钱器修理工。 后来,我,呃,后来我失业了。 我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 在中国,你看,有生活保障,有这个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社会的那种考验,中国人到这儿去真不适应。一实验,我说,我做了什么不好啊,干嘛不要我了。 所以在美国我学会,当国人啊,必须是做秀,干得很欢,出不了国。这才叫做抛打儿子,对吧?在毛中时代的国人,真是不会错了,真不会错了。 我们在工厂里面,不是说没有拉人家,我们在工厂里面有一个人,叫戴包,就是戴包。他是除了本封工作以外,什么都不会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份干完了,你带他忙,我去帮他一块儿,把那活儿灌了,咱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对吧? 啊,那个时候,毛中时代的工人不怕干不到车间来着。你干不来,你不查查查来,好像不见你了,你 desem�etes掌口。对吧? 对吧?对吧?那如果说,查查查来了,你先看到哪里,活儿干嘛?因为它活儿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我们做这个缩瘦链板, 或者说这个交合板 你最好结婚 然后你放在热压器里边热压 你等到下一波呢 总是有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你要看报纸呢 查查来 你该按报纸还看报纸 你该喝喝茶 你该聊这样聊天 他来不来 无所谓的 他不能开除你 对吧 那公安那时候不怕战俘 谁看战俘怕 我们这大字报 对吧 那时候到美国战俘就完全不一样 那头来了 你必须是干活的 你不干活走人呐 所以呢 公头藏的那个 完脸人 他掌握着你的生命的这个 工作权利 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 在毛泽宫时代 靠什么 去把工人 激进调定起来 当官的 外部没有 解雇你的权利 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利 那老百姓为什么 工人为什么 那时候新进步办法 凭的是什么 现在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种时候 当官 你要是工厂 外部不在 那我马上就停下来 对吧 说 工资本的权利下 那种监督 那种 一方面是给你 胡萝卜加大棒 给你 奖金 刺激什么东西 然后你怎么办 把你推出了 那是资本上的生产关系 但是呢 资本主社会的工人呐 也不是好气味 他们也在斗中里边 慢慢去学会了 怎么去对付 资本家 这个 学通了 你去对付自己家 是有艺术的 咱们给你讲讲几个 一些具体的 怎么去对付 自己家 最有效的东西 是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对吧 不是你的黄色工会 是自己的工会 是最主要的 但是 另一方面 在 平常 你看 有一次 我们是 我在一个 车辆厂 工作了有将近十年 七八年 有一次 我们来一批货 要 制作 上回辆 这个车辆 只想地铁 像能不能地铁 那种车 我那是当电工 是 专门装那个电缆 很粗的 这么粗的电缆 在车底下 所以 同十辆车呢 我们拿了电路图 那个电路图啊 就看 怎么去 装好 那时候是 底下是翻过来的 所以 全部都是翻过来的 那我们 外的电路图 学会了怎么去 装一些电缆 第十辆车开始 我们就开始 就计定了 就是 不是 就计时了 就是 中间有一个人呢 拿了一个本 拿了一个表表 就看 你的一举动 花了一段时间 它都记下来 就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科学 那 跟我有一个 带活了一个 高个子的黑人 特别的经验 他说 今天啊 平常你 你熟悉的 今天我干 平常我熟悉的 今天你干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左撇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右撇 平常我们用七个工具 今天全是手动工具 这还不够 中间啊 那个 有那个螺丝 它有三个固定螺丝 那固定螺丝呢 是上面 它有一个 那个自动锁地的螺丝帽 那螺丝帽上 就能把它固定螺丝 今天想办法的 不转二十圈 那怎么办呢 因为上面 你搬的时候 它看见上面 它面前的固定搬 对吧 所以你说好了 走着走着 下去 走着走着 下去 别让我们先乱 对吧 这样子 必须保证 每一个二十圈 因为你有一个十五圈 它按最低 那个转 算什么 对吧 还不能弄相 还不能弄相 而且那个什么 你还得 按全身精力 得投入到里边 那时候 把眼会儿 特别热 我们的就是 头上 系的这个 纸巾 因为血啊 那汗流着 都跑眼睛里边 就得自演 对吧 一身就是 就是穿点 那个T恤 哎呀 我们俩做秀 真是表演得非常好 然后他呢 经过好几天 最后 把点活干完了 活干完了 以后他一记 说了多少 三十多小时 我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当时 不太紧张了 也能擦车做完了 以后呢 越干点书 越干点书 一年以后 我一个人 五小时 把它干完了 我还忘了三十小时 为什么呀 那时候我上大学呢 我的微机分的作业 全在厕所里面 学的呀 没逃出时间来 我怎么办 对吧 就是说 这个劳资啊 就是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 如果是个敌对的 情况下 对吧 就像猫和老鼠似的 你有你的办法 人也有人办法 对吧 中国一话 商业生产下一个对策 这个工人有对策 当然这个主要对策 还是通过工会 工人自己的组织 就通过这样的情况 跟那个 曾家那样的斗 所以我就想 我 到美国去以后 我经常回中国来 我每次回来 都到工厂去一趟 七七年那次回来 是真想家 除了小父母以外 我还跑到 光华会想 又去当工人 又去了一两个月 重新体验 过去当工人的生活 不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想到 回到美国以后 到原来 跟那工厂去 重新体验 当美国工人的生活 为什么中国回来以后 老想去跟老公人 老公子一块去 共同在生活一块 那时候当工人 确实是一个 同志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当工人 工人之间有感情 但是呢 跟这个公司 没有感情 你所记忆的 是老板 怎么样 是监督你 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光华现在没了 我觉得特别可惜 在美国的 或许当的工厂 工地也是没了 也是破产以后没了 我也觉得特别 但是呢 对那种工作环境 是一点不怀念 为什么我对 当工华那个工作 为什么老是那么怀念 经常去 新代的 好多工华的工人 还在 徐阳流里面 住了很多人 这里边就说 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 和被做打工的 工人就是不一样 我那时候在中国当 毛工时代当工人 是一个工作 新代当工人 是打工 打工和工作 现实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你这家做主 你这人的活着 就是为了一口气 是吧 就是说 你说 日本鬼子来打中国的时候 他不就是 不允许中国合资吗 那美国聪明多了 他给你合资 你让他进来 对吧 因为差别在什么地方 所以现在是 外责全部都人很做 他认为当时 要是非出国合资 那不是没有23站 就没有打日本鬼 是事了 是不是 这个人的就是说 这个 这些人是总成对待的 所以就说 这个人呢 为什么 今天的工人体到这一步来 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深了 我不能直接讲 我就是间接地讲一讲 间接讲什么 就是说 我这人小时候 特别调皮 特别调皮 那么 调皮到什么程度啊 四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 在草山工厂长大 草山工厂就是 夏天收麦子 把麦子 麦店费了很多 我在家里拿个调数 在麦店旁边 也把那个麦店 扫在一块 连活 就是大麦店旁边 那很危险 我就特别喜欢 看那火苗 特别好看 我爸爸一看 他从那个牛厂 他正在 看牛干什么 跳过的栏杆 过来抓过来 一把他裁 把他把他裁 裁灭了 抓了我手 把我带到家里边 打我屁 我好几天不记得 怎么回事 我怕他 我还喜欢玩火 还喜欢 以后呢 就是玩火 他不再手 玩 对吧 后来最后一次 玩火 还是在 六五年 刺青的时候 那时候农场 和这个 村里边 有个 有条河 他是怕 这个口蹄一钉 所以让我们 这些青年人 去 维护这个农场 这边 不让农村的 这个马车 牛车 到农场 怕 他人口蹄一钉 在那没事干 那个 车辆不是那么多 我干嘛去了 我又点火 这是11月份 装灭城 没了 是吧 地上很多草叶子 什么这个杂草 很多 这样 你点起来 我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看着你好玩 突然想起前面 就是村庄啊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这火到眼那边的怎么办 害怕 把衣服脱下 打呀打呀打呀 跟我朋友一块打 最后把火给出灭了 我出灭以后 再也不敢点火了 工人节也是一样 你给他解放 你不关心 回家大事 你总有一天 会吃而被苦 受而残废 对吧 我们当时不听啊 不听 你让我爸爸打我屁股 我也不听他的 对吧 这人啊 必须经受过 这么反简 方便的经验教训 才能得到真理的 方便的一面的 正面教育 不够 人确实 真是太悲观了 那么为什么 非要进了第二阶段 又有反面教育 我们这有很多 我们设计师 是非常好的反面教育 对吧 我感觉他 有这三十年 这个对 这么注意的